学习价格行为,掌握市场优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斯蒂文 欢迎收看我的新一期技术分析教学分享视频 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把做交易需要用到的大部分基本理念 底层逻辑、技术工具都学习过了 还没看过的朋友建议先翻阅我往期的视频 如果没掌握好基础知识,在理解我分享内容时可能会比较费力 今后的视频会主要讲解一些零碎的知识点 以及解答一些观众朋友们提出的关于技术分析 关于交易的有价值的问题 今天我们主要探讨两个问题 一是我们在阅读图表时如何寻找关键的价格水平位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键支撑阻力 二是价格在运动到关键水平位时会有什么表现 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交易的入场和食仓管理都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先讲第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找到关键价格水平 并把它们在图表中标记出来 很简单 这些位置都是价格运动的潜在反转区 当价格运动到这些位置并出现反转信号 可以为我们提供不错的交易机会 而当我们在持仓时这些位置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减仓或平仓离场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如果价格成功突破这些关键水平 很可能代表市场状态已经发生改变 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交易观点和市场节奏保持同步 这里提醒一下我们讲的所有支撑阻力 它们都不是某个确定的价格而是一个价格区域 如何寻找关键的价格水平 图表中价格运动形成的每一个拐点 都会对后续的价格运动形成一定的支撑阻力作用 都是潜在反转区域 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关注这么多价格水平 光把它们画出来就已经把图表整得乱七八糟 对我们的交易没有好处 我们只需要关注重要的波段点即可 第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趋势运动中最后一笔回调的波段点 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在健康的趋势中 波段高低点应该呈现健康的趋势性运动 比如多头趋势中高点逐渐抬升 低点也要逐渐抬升 空头趋势反过来 要出现低点降低和高点降低 如果出现逆势的突破 在多头趋势中创出新低 在空头趋势中创出新高 这些都是趋势不健康的表现 可能面临复杂回调 甚至趋势反转 所以在趋势运动中 趋势方的主要参与者一定会尽可能的防守 最后一个回调波段点 不让他被逆势突破 对我们交易者而言 关注这个水平位的最大价值在于 判断趋势结构是否被破坏 在这个水平位被突破之前 我们绝不能认为趋势已经反转 不能对逆势交易持有过大信心 当这个水平位被成功突破之后 我们也就不好再参与原趋势方向的交易 除非找到很强的入场形态和确认信号 这里再强调一下 我们课程中反复提及的一点 趋势反转永远是小概率事件 就算这个点被逆势成功突破了 迎来的也很有可能是趋势的复杂调整 而不是趋势反转 这点一定要牢记 不少新手朋友都是属于抄底摸顶 在交易反转形态时爆仓 再说一下怎么寻找这个点 每个交易者对最后一个回调波段点的定义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对我来说 只有当出现新的趋势极点 我才会将最后一段回调的波段点标记出来 看图很好理解 前面是多头趋势 这段上涨创出新高 它突破了这个点 我会把前面回调形成的低点标记出来 后面这段上涨再创新高 我标记新的波段点就是这里 这里可以看到 我没有标记这个小的波段低点 因为后面这段小的上涨是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的 接着这段的下跌突破还可以归类为回调走势 而不是逆势突破 继续看 这段上涨应该是对一个通道线的假突破 这里我没有画出来 然后出现一笔强势的空头突破 不但跌穿了前一个波段低点 还把之前标记的支撑位也跌穿了 直接把多头趋势逆转 而不是形成复杂回调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这几个水平位 回调后的第一段下跌 创出了新低 我们把这里标记出来 简单的调整后 继续突破创出新低 我们需要标记一个新的水平位 最后这里也是 回调整理后 突破新低 我们标记新的水平位 这个技巧非常基础 大家入门的时候应该都学过 就不多讲了 当我标记新的水平位后 我一般会把前面画的都删掉 保持图标简洁 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 在趋势运动中 如果价格回撤到前波段回调点处 我们是否可以寻找机会 参与顺势入场交易 我以前很喜欢在这种水平位 去寻找入场信号 但是最近通过和其他做交易的朋友探讨 并且复盘研究了大量案例 得出的结论是 这里的交易机会 其实并没有太大优势 我就简单过一下逻辑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找案例 复盘研究总结 首先 在前趋势回调波段点处 肯定是有大量顺势入场压力的 这也是我喜欢在这里找入场信号的逻辑 如果大家读的交易书籍够多 研究过机构操盘思路 就知道 趋势方的强势参与者 会在这些位置挂大量入场订单 而逆势参与者一般会把这些位置当作他们的平仓目标 这些都是对趋势方有利的因素 但是换个角度想 如果是健康的趋势运动 那价格它是不该回撤这么深的 它能回撤到前波段回调点处 就已经说明趋势方的入场力量已经不够强了 市场状态不再是明确的趋势运动 那后续小概率向趋势方向继续突破 大概率它会进入复杂的整理或者趋势反转 我喜欢在这个位置寻找入场信号 是因为我预期市场大概率会从这个点 这个水平位开始进行复杂整理 如果入场后发现价格做的是弱反弹 我会随时准备离场 所以说我以前感觉这个入场形态还不错 是因为我做了订单管理 而不是因为这个形态它本身有很强的逻辑支撑 简单总结一下 趋势运动中最后一个回调波段点 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水平位 在它被成功突破之前 我们不能认为趋势已经被逆转 不能对逆势交易持有国家信心 如果它被成功突破 代表趋势结构被破坏 可能进入复杂整理或者趋势反转 我们关注这个水平位 主要用来判断趋势状态是否健康 如果交易技术不过关 不建议用它来作为入场参考 有一点需要注意 一般在健康的趋势中 我们才会去关注这个水平位 如果市场不处于趋势状态 或者处于复杂的趋势状态 那这个水平位的作用可能不会很大 所以我们在做交易时 不用过于执着这点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二个也是大家都熟悉的 经过多次验证的水平位 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无论是做水平位验证 还是做水平位突破的交易者 都很喜欢看到这样的市场状态 逻辑也很简单 当一个水平位被强势验证 说明在这个价格区域是有很强的入场力量的 市场中其他参与者会发现这个规律 并且遵循这个规律 这个水平位的支撑阻力作用就会被强化 喜欢做水平位验证的交易者 会重点关注这些价格区域 但是当这个水平位被突破后 会发生什么 我们拿图中案例说明 因为这个支撑位已经被反复验证 自然会吸引很多参与者 在这个价格区域入场做多 正是由于很多资金在这里入场 所以如果这个支撑位被强势跌破 这些参与者都要止损离场 他们庞大的订单量会成为 推动后续行情下跌的助力 聪明的场外参与者也会捕捉到这个信息 市场状态已经改变 他们积极的参与做空 使行情加速下跌 所以喜欢做突破的交易者 也会重点关注这个价格区域 多次验证的水平位被成功突破后 往往能引发急速大行情 还有一种是像这样 支组互换的多重验证水平位 这个价格区域也是需要多加关注的 我们在视频的第二部分 在详细探讨支组互换的价格运动模绩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支撑阻力它是一个价格区域 而不是某个确定的点 有时候虽然价格反复验证了一个支撑区域 但是每次都伴随长影线 拨断点参差不齐 我们很难找到精确的水平位 对于喜欢做突破的参与者 最好避免在这样的市场状态下交易 对于喜欢做支撑验证的交易者 也不好入场 因为他每次都是长影线验证 入场后止损太远 大幅牺牲盈亏比 除非你是喜欢用挂单入场的交易者 否则都应该避开这种行情 简单总结一下 经过反复验证的水平位 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无论是做验证还是做突破 这种位置都会为我们提供 非常好的潜在交易机会 第三个也很简单 大周期图表上的支撑阻力 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假设左边这张30分钟图 是我们做交易的图表 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们在高位入场了空单 利润跑得很舒服 在我们持仓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关注右边两小时周期图表上的波段支撑位 小周期服从大周期 两小时图上的支撑位 有可能会把我们30分钟图上的空头趋势逆转 所以当价格接近大周期的水平位时 我们可以获利了结我们小周期的单子 至少也要平掉一半利润出来 如果在大周期的水平位附近 小周期上还出现了强势的反转形态 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不错的交易机会 简单总结 我们关注大周期图表上的支撑阻力 主要是为小周期上的交易提供获利离场依据 有时候也会出现不错的交易机会 最后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 每一波趋势推动的几点 观察后续趋势突破的幅度与力度 用来判断趋势能量强弱变化 看图比较好理解 我们看最开始有一段强势的空头推动 然后小幅反弹形成了一个趋势极点 然后趋势延续跌破前波段点 但是突破幅度很小 K线形态也很弱 这是趋势偏弱的特征 再看后续连续的几次 回调突破回调突破 趋势能量都很弱 然后就迎来了深幅的回撤 这次深幅回撤之后趋势延续 我们观察这波推动 它强势突破了前趋势极值 并且突破幅度很大 这才是趋势能量强劲的特征 之后回测了突破点 空头继续推动 这次下跌依然强势突破了前趋势极值 还是趋势能量强劲的特征 这是空头希望看到的 突破前趋势极值后 如果正好测试到这个水平位 并且出现验证信号 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不错的趋势入场机会 简单总结一下 我们关注每一波趋势推动极点 主要用来判断趋势能量是否强劲 以便做出相应决策 有些时候如果突破回测前波段点 还会为我们提供不错的交易机会 总的来说 我们做交易的时候 只要掌握好这几类水平位就够了 图表上最多画两三根水平线 我们只需要关注对当前市场状态 最重要的价格区域 保持图表简洁 方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价格运动本身上 寻找关键支撑阻力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你只需要复盘几十张图表 画上几百条水平线 就能快速提高寻找关键价格区域的能力 但是你想靠这个盈利 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只是在支撑位挂单做多 在阻力位挂单做空 就能轻松把钱赚了 那这市场就没有穷人了 对交易者而言 能够识别价格在重要水平位附近的运动表现 并做出正确决策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做订单管理的前提 接下来开始探讨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 价格运动到关键水平位都会有什么表现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支撑阻力区域常见的价格形态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话题 一些我无法归类讲解的价格表现 需要大家自己在实际交易中感受总结 寻找应对方式 这里再说一点 后面讲的这些价格行为 不只是作用于关键水平支撑阻力 在其他各种类型的支撑阻力区域 比如趋势线 通道线 均线等等 只要有支撑阻力效果 我们后面讲的知识就都用得上 看第一张图 这个例子非常好 同时出现了两种我们要讲的价格表现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交易区间 上下边界都是经过多次验证的 非常可靠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水平位附近 寻找潜在交易机会 先看上面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急速突破 它在水平位附近 没有出现待突破形态 在突破后也没有任何停顿 这种价格走势 我是不参与的 在讲交易区间的视频中 我分享过 为什么不参与急速突破行程的逻辑 不清楚的朋友可以再去看一下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所以如果价格 它急速突破一个关键水平位 我们不用考虑订单管理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打算参与交易 再看下面这里 它也是先强势突破水平位 但是价格马上又回到区间之内 给了一个假突破验证信号 可以入场做多 在入场之后 行情就蹭蹭蹭的往上涨 如果出现这种水平位的强势验证 我们也不需要考虑订单管理 因为入场之后 价格就直接奔指营去了 几乎没有什么折返 我们做交易都希望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市场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让我们这么舒服 这两种价格表现都没什么好说的 急速突破和强势验证处理起来都很简单 再来看这张图 我们准备在上面的阻力区域 找信号做空 第一根箭头K线和它左边的K线 可以理解为一个双K线反转信号 虽然不太标准 但是也算是对阻力位的成功测试 我们在这里入场做空 期待价格下跌 但是我们发现入场后 只有三根K线符合我们的预期 跌了一小段距离 之后就开始出现连续的大幅重叠的非趋势K线 这说明价格在水平位只做了一个弱反弹 接着看第二根箭头标记的这根K线 是强多头趋势K线 这说明市场又偏向于预期水平位会被突破的一方 如果是做逐K分析的交易者 看见这根K线收盘后一定会平掉空单离场观望 和刚才强势验证的例子不一样 这个水平位是一个弱反弹强突破的价格表现 换一种说法就是突破回调或者突破虚利形态 有时候这个过程只发生在几根K线的时间里 不会给交易者太多反应时间 我们看第三个箭头标记的这根K线 这是一根很不错的单K线反转 也测试到了前面的小高点 我们可以在这根K线收盘后做空 预期价格会在阻力区域形成一个小的双顶 对第一根箭头而言这里是一个不错的二次入场信号 但是下根K线带有很长的下影线 这是一个弱下跌表现 再下根K线就是我们标注的四号K线 它又收了很长的下影线 并且收盘价接近K线高位 经过短短两根K线 市场就基本否定了我们的交易预期 如果是逐可以分析的交易者 会在四号K线上破后平掉空单 吃一个小损 更加激进的交易者 甚至会在四号K线上破后参与做多 这也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这是一个潜在的弱反弹 强突破的一个形态 不过如果你在三号K线入场做空了 就算不做订单管理也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这根K线很短 只算空间很小 无伤大雅 而这笔交易一旦获利 盈亏比将会非常惊人 建议大家多复盘找找这样的弱反弹 强突破的案例 有些会反弹三根K线 有些会反弹五根K线 重点在于我们要读懂 价格运动能量的强弱变化 再简单复习一下 如果K线重叠部分很多 伴随长影线 这就是偏弱的表现 如果K线很少重叠 大多为趋势K线 很少有逆势K线 且影线很少很短 这就是强势的表现 总的来说 这种水平位价格表现 管理起来需要一定的交易经验 如果感觉自己实在搞不来 也有一些简单的方式 比如直接放弃订单管理 让价格自己去打你的 止盈止损位 这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入场 本身就具备正的数学期望 是有优势的 或者设计一个机械化的 订单管理策略 比如入场后 如果五根K线不符合预期 就直接平常立场 价格远离开单价后 直接设置保本 这样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再看下一个案例 假设我们在这个水平位 参与做多 不过这里的K线乱七八糟的 实际情况我肯定不会参与 就假设我们做多了 然后观察后续价格表现 这段反弹上涨 出现了一根强多头趋势K线 这是强势的表现 但是接着就是一根 带长上线的K线 又接一个内包十字星 然后出现空头趋势K线的下破 单看这段上涨 可能不符合我们对强势走势的严格定义 但是强弱关系是对比出来的 我们继续关注后续的下跌 虽然这段下跌出现了连续的空头实体 但是K线大幅重叠 并且伴随许多的影线 和前面这段上涨相比 很明显下跌是弱势的 之后再次出现了多头的强势 从水平位获得支撑快速上涨 我们把这种表现归类为强反弹弱测试 在实际交易中很多情况都会比这个图表案例复杂 强反弹弱测试形态最大的难点在于 我们事先不知道这个弱测试它到底会测试到哪里 它可以像我们这个案例一样 测试走势它形成了一个高点抬升 对我们的持仓没有太大的威胁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价格表现 但是这段弱测试它也可以走到前低附近 再强势反弹 做一个双底 我们的持仓有被打掉止损的风险 甚至这段弱测试它还可以再对前低做一个假突破 把我们的止损打掉再强势上涨 这样会让我们的持仓非常痛苦 再极端一点 它的弱测试走着走着突然就加速了 变成强势 虽然很少见 但这也是符合价格运动逻辑的 又回到交易者老生常谈的一句话 行情无法被准确预测 我们只能随机应变 当强反弹出现时 通常价格都会打到一个第一技术目标位 我们可以选择平掉半仓 剩下的设置保本继续观望 如果价格强势延续 我们也能赚到后续的利润 如果后续的弱测试它是一个失败的 我们也不会亏钱 如果弱测试打了保本 又出现强势反弹信号 那它就是一个二次入场机会 我们可以再进场交易 没有什么损失 当然你不做任何订单管理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已经出现了强势反弹 确认了我们的入场 就持三观望 价格打到最终止盈 也符合逻辑 只是如果已经大额浮营的交易 又折返打了止损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非常难受的 再看这张图表 做交易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价格在水平位附近 做了个小区间 看一下细节走势 箭头左边这根k线 以超长下引线的方式 验证了这个水平位的假突破 然后看箭头这根k线 它是一个还不错的多头强势验证 它有很大的一个多头实体 有长下引线 有比较短的下引线 还不错 但是在它之后 很多根k线都与这根k线 大幅重叠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微型交易区间的表现 交易区间的视频中 我们讲过 在突破时 遇到这个价格停顿 我们不知道它是突破回调 还是突破失败 所以我们只能思考对策 而不是想尽办法 预测后续到底怎么走 在这种价格表现下 做订单管理没有标准答案 完全按自己的偏好来就行了 如果你只想做高胜率的交易 那你就直接平仓离场 因为市场已经进入不确定状态 如果你不想做订单管理 你就持仓等待价格明确突破 也没有问题 虽然胜率会降低 但是当价格向你预期方向 突破的时候 会大大强化你的入场逻辑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在突破失败的时候 入场交易 突破时价格停顿 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假突破 最近和一个专门做突破的交易员交流 他把突破时的停顿和突破后的停顿 都看作突破回调 乍一看 他和我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应该只有一个人能真正盈利 但是实际上我们俩都没有错 我预期它是一个突破失败 但是当它变成一个突破回调时 我会认错离场 他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回调 但是一旦行情反向 它也会果断离场 长期来看 我和他都是能稳定盈利的接受者 所以很多时候分析行情并不重要 真正能让你获利的是决策和执行 最后我们看一下水平位的突破回测 为什么价格在突破支撑阻力后 经常会有回测动作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好讲 我们今天主要探讨一下 为什么突破回测 会为我们提供不错的交易机会 其实逻辑很简单 看着图表案例 我们思考一下 当这条水平位还是支撑位的时候 会有非常多的参与者在上面做多 当它被跌破 部分做多的交易者会直接平常旁路 而一部分参与者他们决定再看看 或许他们还能找到其他做多的理由 或许他们只是不想止损 而后面价格真的大幅跌破了这个水平位 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这是一次真突破 早先做多 而且没有离场的交易者已被深套 他们祈祷上天给他们成本离场的机会 至少让他们少亏一点 如果运气好 出现了一笔上涨 这波上涨可能源于早先的空头获利平仓 也可能源于其他强势交易者找到了一些多多的理由 当价格接近原先被跌破的支撑位时 那些被套的交易者会做什么 很简单 他们一边感谢上天给了投命的机会 一边平掉手中的多单 他们的离场会形成新的卖出力量 在场外观望的聪明的交易者 他会捕捉到这个信息 也会在这个位置参与做空 早先推动价格下跌的主力空头 他们也认为这个水平位是一个合理的加仓位置 这些看跌力量加起来 他们就造成了突破回测知足互换 重点注意事项 只有当突破回测出现验证信号的时候 我们上面的逻辑推倒才成立 如果价格先强势下破 然后又强势上破 这说明市场整体格局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可能是在判读市场状态的时候出了一些差错 也可能只是突破能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 所以做突破回测 我是绝不会提前挂单的 一定要等验证信号出现的时候才入场 有时候突破回测可能在几根k线之内就完成了 如果你擅长识别微观价格行为 或者能在小周期图表上找到这些入场形态 那么你就能抓到很多优质的交易机会 这种微观的突破回测算是比较常见的 简单总结一下 这些就是在支撑阻力区域的常见价格表现 还有一些不好归类的我没有讲 用的图表案例较少但是背后的逻辑我都说明白了 建议大家结合今天学习的内容 用k线回放功能在实际图表中复盘感受一下 毕竟阅读已经走完的图表和在实时图表中读图分析 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交易时我们要经常思考三个问题 市场处于什么状态 现在多空力量谁强谁做 我该怎么办 相信这样练习一段时间后 大家的交易水平一定会有显著提升 好的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评论订阅 以便收看后续更新的内容